我们都会经历童年 童年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以上 接下来我想把我的一个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 记得在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这样的表演 魔术师的手上有一 二 三 四 有四张牌 魔术师丢掉一张之后呢 他的手上应该还有三张牌 魔术师数了一下 一 二 三 四 居然还有四张牌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 我说魔术师你还可以再表演一次吗 魔术师又拿走了一张 现在一定是还有三张牌 一 二 三 四 居然还有四张 我说你还可以再表演一次吗 魔术师又拿走了一张牌 这次已经会变成三张 这次已经会变成三张 一 二 三 四 居然还有四张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 在魔术师表演完之后 我找到了他 我说老师你好 我想跟你学习魔术 你可以把这个魔术交给我吗 魔术师说 小朋友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当你踏入魔术大门的第一天开始 你的生命当中将会登天很多的挫折 痛苦还有孤独 那是因为有很多的人不知道 你的工作是在制造梦想快乐 还有回忆 当你从观众的眼神当中看到了惊喜的光辉 那将是你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 谢谢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 我再表演结束了 谢谢